这件东汉的赤虎扑阔壁呢 它的特征就比较明显 大家看一下右上角这几道猎 这个猎完了以后 这个猎口出现干枯的现象 这都是一些自然现象 还有这个猎的左下方 出现了一个泛散现象 还有整个左边这个猎 也算是一个泛散现象 就这些现象是人为做不了的 并且背面上它同样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 在一个这个欲比你看很明显 最下方有一个水线 并不是河田又没有水线 因为它们在沉矿的过程中 沉矿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说青海料能产生水线 河田料一定也会产生水线 不要一看到水线 我们就害怕就把它枪毙掉 这都是不科学的 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老化特征 这几个泛散列 列里边浸涩的自然过渡 这种光气 这都是老化现象之一 包括下面这个列 就是说这件东西到时候以后 你如果是不会看工 就这几个现象就确定 它是百分之百 入土以后形成的 那么再反过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360度一个自然过渡 就更证明这件东西是老东西了 关注我 为你揭秘更多古语知识